駿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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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我還特意帶它出來 準備拍一條Vlog 記錄下我全日的行程 如果你們都想知道 新機有什麼新的升級 拍攝的質素是怎樣 又適合帶它去旅行的話 就記得要看到最後 在開始之前 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還沒訂閱的就快點訂閱PriceU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Insta360的高系列 一向都是主打輕巧類型的運動相機 而今代亦都不例外 可以看到相機的本體 只是大隻比我手指弓少少 而重量更加只有35g 今代比較大的改動 反而會在充電盒上 因為它由一個結蓋式的設計 就改了做這個四四方方的樣子 而且背面還多了一個2.2吋的touch screen 給用家看preview 又或者是改拍攝的設定 所以官方已經改了口 叫它做Action Port 可能對於高系列 沒什麼認識的朋友就不明白 為什麼要把一個Action Camp 拆開了做兩個東西 但正正就是因為這個 這麼特別的設計 才令到Go Free 比起傳統的Action Camp 有更多的玩法 不過這一點 我們待會再試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現在是時候要出發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就去到 租單車的地方了 我現在就走到下面那裡 我們會選一些家庭車 可以讓男男男坐 看看我們選哪一輛 他很睏 他是很睏 你幹嘛這麼睏 人家問你為什麼這麼睏 好 那我們剛剛就租完單車 坐下了 在現在這個狀態之下 Go Free就是一個正正經經的Action Camp 續航力有170分鐘 而解像度更加升級到2.7K 在鏡頭下面還有多個收音咪 所以出到來的效果 除了會多些細節之外 收音也會好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被風聲影響 今代還有得反螢幕 所以對於一些經常需要自拍的朋友來講 今代真的方便了很多 就不用下下再拿手機出來 看看島唔漂亮了 今天天真是很好 我們準備出發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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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啦 水平校正和Full Space防震功能 今代也有好好保留下來 用家只要用Pro的模式拍片 出來的效果已經很穩定 好像我現在這樣 拿著自拍棍去拍 整個畫面都很Smooth 不會錯到用不到 不過Go Go 3最大的特點 始終都是機本體夠細夠輕 可以整個拆出來 放在不同的地方用 拿多些不同的角度 令到整條片的感覺都豐富一些 好像我現在這樣 只要把它拆出來 就可以直接拍上CAD模去用 拍回POV 其實除了這個夾制之外 Go 3跟機還有不少的配件 就像這個支架一樣 它就可以讓你貼在不同的地方上用 雖然說這部機本身都有磁力 可以貼在扶手又或者燈柱上 但是加了這個支架就會穩陣很多 尤其是在我們這些適動的物件上 好像我現在踏單車 把它套在這裡就穩陣很多 而最方便的就是這個充電盒 事關它可以當成一個remote去用 例如當我們設定好機器的時候 先想轉設定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充電盒那邊攪拌 就不用每次都走到機器那邊攪拌 那麼麻煩 說起設定 其實除了一般拍片拍照之外 Go 3亦預設了一些拍攝模式 讓大家去玩一下慢動作 又或者Time Slap 不如我們現在就試一下Hyper Slap 讓大家看看效果是怎樣 剛剛還說漏了一個配件 其實Go 3還有一個蠻好用的配件 就是這一條繩 它可以讓你掛在胸口上面 然後貼上去 它會用來拍P.O.V 那當然啦 如果你想像我這樣 在小狗身上拍 都沒問題的 那就可以有多點不同的角度了 另外 這部機器還可以輸出不同比例的影片 例如像我這樣想做IG RELS的話 那我就可以在手機APP那裡 選擇9比16的比例就可以了 那就不用自己重新再Crop了 最後試用了一整天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是要拿出來說的 首先就是散熱的問題 如果有用過上代的朋友應該知道 上代過熱剪機的問題其實挺嚴重的 在鋪的模式底下 最多都只可以拍到十幾分鐘 不過來到今代就真的改善了很多 官方就說沒有再限制錄影的時間 那我自己也都親自試過 連續拍成40分鐘 基本上都是沒問題的 另外今代還多了一個128G的版本 方便一些用量比較大的朋友 等他們不用拍拍下的時候 又要CUT機 然後再過片到手機或者電腦上 最後一樣就是今代一樣有IPX4的防水等級 而且GO3的本體也升級到它有5米的防水 所以有時候下雨出街去拍片都不用怕了 總括來說我覺得今次Insta360 GO3 的確是幾適合一些剛入門想拍Vlog的朋友 因為它簡單易用而且又夠靈活 還要不用很多額外的配件 都可以做到很多很好看又很有創意的B-roll 不知道你們又怎樣看今次Insta360 GO3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PriceYube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啦 Bye Bye